80几岁老妇人头上满是鲜血 不断跟对方理论 因为这名徐姓男子刚才怒气 冲冲拿着枪 往他儿子头部猛敲 徐姓男子还不罢休 拼命拿着枪对着他们家 老人家被打得头破血流 顾不得儿子还在里面 只能用手握着头出来保护儿子 徐姓男子见状想骑车 落跑甚至举起枪来 好几次对准老人家想要开枪 幸好卡弹阿嬷才见回命 根据了解12号当天 肖姓男子和徐姓男子相约喝酒 几杯黄糖下肚过后 肖姓男子先回家在家门口休息 没想到徐姓男子上门借钱 不沉浸拿枪对准好友 甚至连对方80几岁老母亲 也没放过 将母子俩打得头破血流 徐姓男子酒醒后 自知闯下大祸相分局投案 但这下再后悔也来不及 差点就注下大错 记者彰化综合报道